打開蒸爐 鮮奶的馬鼠的地瓜的巧克力的 一個一個新鮮出爐 看起來精巧可愛 造型像是西式麵包 但這可是一顆顆饅頭 麵團一塊來回壓過 要有饅頭口感 卻要有麵包精緻外表 這個動作老闆說特別重要 吃起來就是像 口感就像麵包一樣 因為我以前是做麵包 我是麵包師傅 所以我會做麵包不會做饅頭 因為師傅可是做麵包出身 拿出西式手工活 加入傳統麵包 果然蹦出性滋味 他都會覺得說 我們的造型很特別 對 那回容率都還滿高的 擀好了五片麵皮 叠起來卷一卷 麵團一秒變身玫瑰花 但這也是饅頭 成功打進女性消費族群 坐在甜甜店裡喝咖啡 嘴裡吃的 這看起來像是馬卡龍的食物 Paisé也是饅頭 精致外表讓吃饅頭 像是貴婦在喝下午茶 傳統饅頭像拼出新市場 現在業者各有新招 打足噱頭也創出業績 只有王一超 台中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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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